科比上次你們是挑了 他是講得比較好的話 他其實快透了 他上次講的話 他說你這個到莫斯科劇 不會達成了和平 你記不記得 大概就前天講的話 現在突然改變了 就是說我們拜登 也是很想到臉面去看一下 那你們什麼時候邀請我們 我跟你講 你趕快邀請 要不然我們會生氣 這布林肯講的話 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對不對 你現在的話 應該一邊講和平 一邊講戰爭 對不對 連我們這邊的學者 都發表反戰宣言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不管怎麼講 你做這種事情 我說句良心話 美國現在拱手 把自己的和平的地位讓出來 然後自己都繼續 不斷來做這種戰爭的推手 還能夠推多久 你想也知道 這個是有問題的 美國本身的對外政策 跟大陸一比起來 根本不能比 我覺得大陸的外交單位 是有人才的 人家這邊發出來的 外交發出幾支箭 每支箭 每個箭都射到 拜登的心臟裡頭去